HELLO 大家好,我是化妝師Kubi 今天是在家做一個非常日常冷鬼妝容 介紹後面揉了這個東西叫做芝士 芝士份子,中文來的 它已經快16歲了,是不是很可愛呢? 只會睡覺 今天化簡單仔妝,最冷的妝 用化妝水噴上臉部 噴到最濕 不要蝦,不然會有紋 化妝乾淨 因為很爛的緣故,可以直接上粉底了 因為我昨晚有做夠保濕 所以皮膚不太乾,可以直接上粉底 最快的方法是用Cousine Cousine是有防曬的,所以不再塗防曬 而且它本身是一種反光亮亮的感覺 但摸起來是乾爽的 所以我很喜歡用Cousine 但因為它有光澤亮亮,所以我們主要是做在臉部的中間 即是旁邊的臉部,如果你不想肥的話 就不要加太多有光澤的東西 這個Cousine就不能加太多 再加上Cousine的遮瑕度很高 就很漂亮 除非臉部有很多瑕疵 要不然就不用塗進去 我拿了一下就已經印在下面這麼大塊 然後額頭還差一點 可不可以不要太多貓毛 你又不幫它梳毛,當然是多貓毛 幫它梳毛會流血的 獨居的人就會不停跟自己說話 是不是? 還是只有我這樣? 你們有沒有人是一個人住的 但是會習慣跟自己說話 檢查一下臉部有哪個位置 是有點不說人的 其實大部分的瑕疵都遮蓋了 黑眼圈這些位置 我會另外拿遮瑕膏去遮蓋 我用唇掃 因為其實這支唇掃跟遮瑕掃的質地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一支大一點、一支小一點 如果黑眼圈的位置小一點 你可以拿一個唇掃 我先放一點遮瑕膏 偏橙色這一格 然後在手背上掃掃掃 填在黑眼圈上 然後用剩下的小一點 可以做到木偶紋 用乾淨的紙巾 抹乾淨紙巾上的顏色 然後我要遮蓋這顆石頭瘡 石頭瘡用正常自己的膚色就可以了 這格是本身我自己的膚色 我剛剛好可以用 放極度無敵 十分少就可以了 哈哈 少到這樣 然後我還要在手上放再少一點 就夠了 因為遮瑕膏的遮瑕膏也是很高的 不需要用太多 把邊緣掃放鬆 讓它融合在粉底上 我看到很多人問 這個遮瑕膏很多時候 是用了偏橙色的黑眼圈 以及用了正常膚色 其他兩格就覺得用不完 或者是用不到 覺得很浪費 其實呢 這兩格混在一起就是這格 是不是我說什麼 因為一格深一格淺 你們混在一起就是這格 同一個原理之下 如果本身的膚色 可能是深一點 但又未深到這樣 其實這兩格混在一起 或者這兩格混在一起 你就可以調到 你本身自己的膚色 是不是我說什麼 如果你們完全不知道 我所說的如何混在一起 你可以去我的IG 然後我有個IG story 那些頂致的 有一個裡面 我混了一次出來給大家看 你們可以過去 順手追蹤一下 好嗎 對啦 好 接著就可以 我看一下 我好像有眼袋底 什麼叫眼袋底 雷溝 OK 我有少許雷溝 有少許雷溝 我拿回那個 迫光一點點 記得印 因為我底部有遮瑕膏 如果我底部的遮瑕膏 就會拖走 然後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你就可以上碎粉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其實這個本身很乾 其實它已經吸收了 我基本上這個上的範圍 就不需要上碎粉 但是遮瑕膏的位置 上了碎粉 它的持妝度就會好一點 所以我黑眼圈下面 這些位置會上少許碎粉 但上之前 我要給少許時間 遮瑕膏和臉上吸收 所以我會先做遮瑕膏 讓它吸收一下 然後我才上碎粉 遮瑕膏對於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不畫眉 不畫眼線 眉也很重要 我不畫眼線 就是因為我的眼睛完全不快 我也要有遮瑕膏 因為遮瑕膏才會 令到你看上去 本身是一個美女 我最深的顏色 是不是很狠 然後你會說 我最深色會不會一塊塊的 其實你的掃光雲 還有你印上去膏位 你不斷地去 它就不會一塊塊的 前置是你本身的粉底要夠乾爽 然後是拳骨 我覺得最突的位置是做得深一點 然後這裡凹凹了就不會再碎 然後就在下面 另一邊也是 碎一點在下巴底 那雙下巴 如果這樣的時候 雙下巴也會不會那麼厲害 為什麼你平時會這樣呢 可能你跟朋友聊天 你突然很驚嚇的時候 你就會 嘩 這樣 嘩 傻你 嘩 嘩 你做過一下的時候 它就 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我拿了最深色的顏色 把我這裡 踩住我的髮品 我想我的額頭矮一點 而且額頭立體一點 突一點 因為我的額頭這裡斜了 不要看 所以我這裡 就要做深一點 視覺上這裡就要膨一點 還有鼻影 但是你只要拿對的位置 你這麼深色也不會奇怪 如果你不拿對的位置 你按淺色的鼻影 你也會令鼻影很奇怪 鼻底這裡的三字都要油黑 然後芝士剩下一點色的時候 才慢慢向上 做一個漸變 然後鼻子這裡就超立體 然後我想這兩個位置都立體一點 我的鼻影斷開 你不要一字直下來 會很假的 漸層眼影掃 都不是最深的 就是尾心 好 然後最深是這個位置 胸部片的粉 只剩下一點點 你可以不斷地在眼窩裡離開 然後眼窩就會試過 就可以進入點 即是沒有那麼粗 LM水分 就是上在剛剛有遮瑕膏的位置 差點忘記了下巴也有遮瑕膏 好 接著就是上光影 光影了 我最近超喜歡這一格 哦 質色真的好美的 這個顏色真的好漂亮 可以出一架大架光影的版本 這架真的很漂亮 在手上給你們看 給你們解釋一下 超漂亮的 聽到嗎? 我不停在這裏配音樂下去 然後我剪片的時候 就不用在這裏找那些沒有版權的音樂套 我會用手指來勾開它 好 漂亮喔 然後我眼頭也想亮一點 讓鼻子會立體一點 用手指上它的顏色會更實一點 就會再出一點 好 底妝就是這樣 然後畫眉 梳眉毛部位置 然後再用眉毛部位置 然後我就會用很深的灰啡色的眉筆 我已經刨了尖尖尖尖 在眉缺色的位置就補了 如果你想看畫眉的詳細教學 都是給我一個一字 因為全部影片下面的留言都只有一個一字 然後用眉椒 都是灰啡色的眉椒 眉頭我會向上梳 因為我想眉頭的眉頭高一點 然後用眼影 然後用大眼影掃 然後又有一格 我很喜歡 我會用這個偏黃色 這個眼影很漂亮 很漂亮 很自然 這個不閃 下眼影 下眼影我用TUKU FOR SCHOOL的三號色 三號色 它是成枝 好像圓筆一樣 成枝都是來的 因為呢 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買了 然後以為用了這個刀 它就圓了 厲害了 其實要刨的 不用用路 放下去 或者兩行 然後用小眼影掃 掃鬆它 然後加深眼尾 讓眼影看下去長一點 佔面的面積大一點 我用這個 眼尾 然後用中眼影掃 都掃一下 上眼黏的尾 還有一個 上下 都有點連貫的感覺 我要做 光過臥蠶 就拿 01號色 GOOD FOR SCHOOL 在臥蠶脹出來的位置 畫一字下去 然後我拿 啡色 shade 拿眼線掃 我想眼底 我塗了一個影 接著畫眼線 眼線筆 我只會畫眼尾 要拿眼線掃出來 一畫 就立刻用眼線掃 掃尖它 夾眼睫毛之前 要用螺旋刷 掃上眼睫毛上面的粉 還有掃上眼睫毛的方向 要不然 夾完之後 眼睫毛就會 這樣 夾完一邊 就要立刻塗上眼睫毛液 先 因為香港天氣潮濕 如果你不是夾完一邊 立刻塗 有機會夾完兩邊之後 才塗 就掉了一點 腌肢 我用這顏色 因為這顏色很搭光影 我把鼻子的位置 讓它可愛一點 嘴 看我這個廣闊的平原上面 加幾粒粒 先用啡色的眼線筆 畫一轉 然後再用眼線翼 再點一點 粒粒就會有漸變的感覺 這樣就會變得真 妝搞定 現在每逢星期二的晚上九點 在Facebook上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限時優惠直播 那我就會介紹一些 我覺得很好用的產品 有一個優惠的價錢 給大家去到買 另外 我們網上的新娘化妝班 其實已經上了線了 是很完善地 由零到深 開始說新娘化妝是怎樣做的 還有 我們這個課程 是有30日 100%退款保證 就是你買完這個網課 覺得對於你來說 沒用的話 我們是可以全數退款給你的 希望能幫到你們 拜拜